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杭州的西湖是杭州最著名的风景名胜 就好像我们提到北京 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天安门故宫 那提到大连 我们说大连的地标是星海广场 所以杭州的地标就是西湖 是它最著名的风景名胜 西湖大概有六平方公里多的湖面 不算很大 但就在六平方公里多的湖面周围有 一百多处公园景点 还有二十多座博物馆 整个一个西湖就够我们玩上几天的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西湖的风光 好 这里是春天的西湖 树木发 长出了新的绿叶 还有呢 桃花盛开 这里是从空中俯瞰 西湖的苏堤和白堤 这是夏天的西湖 天气非常的晴朗 这是傍晚西湖的剪影 这是夜幕快降临了 点点的星光 把西湖也点缀得非常的迷人 这是烟雨萌萌中的西湖 应该是下着小雨 远处萌萌萌的景色 像披上了一层薄纱 这里呢 是冬天雪厚的西湖 像水墨画一样 这是夏天的西湖 荷花盛开 这是西湖最美的六月天 好 夏天西湖上荷花盛开 很多人呢 可以划着小船 或者坐着那种大船 在西湖上荡漾 可以赏美景 可以赏花 好 那从这些图片 是不是我们就看到了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间 西湖总有令人沉醉的景色 小朋友 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里面的有些图片好熟悉啊 好像见过一样 对不对 这就对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小朋友 是参加过我们新约翰语 去年夏天的夏令营 在那个夏令营里啊 我们学了好几首诗 其中就有一首描写西湖景色的 所以我们欣赏了一些西湖的美景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学过的这首诗 它的名字叫《引湖上出情后语》 作者是宋朝的苏氏 这首诗我们上次学过了 有点难背 但是呢非常的美 非常有意境 老师来先读一下前两句 看看你们能不能想出来后面两句 水光烈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那这首诗呢是写西湖 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 都十分的美丽 还把西湖呢比喻成一位叫西子的姑娘 不管是淡雅的装扮还是农艳的打扮 也都一样好看 你们还能记得吗 能不能想起来后两句是什么 这就是后两句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这两句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描写西湖风光的诗句 也希望小朋友们 可后有时间也来读一读背一背 好那刚才提到了西湖周围 有一百多座公园景点 其中有十座是最有名的 老师来挑几个来读一读它的名字 平湖秋月 曲怨风和 苏低春晓 三坛艳月 花岗关于南平晚中 哎呀是不是光听这个名字 就会觉得很有诗意 的确是的 西湖啊处处是美景 那如果我们去西湖 怎么玩呢 当然我们可以到西湖边散散步 走一走 去看看公园的景色 那也可以坐着游船 像刚才图片里我们看到的 有小船有大船 我们可以坐着游船游一游 我们也可以登到塔上去看西湖的全貌 那看这里有一个雷锋塔 这个景点叫雷锋西照 站在这个塔顶就能看到西湖的全貌 那老师呢 推荐你们去坐一坐这样的游船 古色古香的 你可以坐在船里 也可以站到甲板上来赏西湖的美景 那你在欣赏西湖美景的同时呢 这座船也成了西湖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我们再来看看杭州的地理位置 它在中国的哪里呢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中国地图 一个打工机的形状 那五角星这个地方 你们想想五角星这个地方是哪里 肯定好多小朋友知道 它就是北京 是中国的首都 那我们上次游览的大连 还记得吗 大连在这里 这是大连 今天我们游览的杭州 在这里 杭州 它所在的这一个区域 我们放大了 在这里 它叫浙江省 那杭州呢 是浙江省的省会 它在这个位置 看它的东边 是有一个像喇叭口一样的形状 是一座 在杭州的一道 一个江叫前塘江 是前塘江的入口 那我们看地图 我们都知道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大连是在中国的东北 杭州呢 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所以 这是杭州的地理位置 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印象 它在这个位置是东南 那这个区域啊 跨三角这个区域 是长江三角州 也就是有一条大江 中国有一条大江 从这里 这样的流流 流到这里入海 那是长江入海口 附近的一些区域 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我们叫长江三角州 好了 那关于杭州的地理位置 我们要了解的有这些 首先它是浙江省的省会 然后呢 它位于东南沿海 它还在长江三角州 长江三角州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认一认杭州 这两个字 这是杭 古时候啊 这个杭 像这样的图片来表示 左边是一棵树 右边呢 一个人站在那里 其实啊 它的意思是木质的渡船 左边的树就表示 用木头做的船 人呢 是站在高高的 站在船上 那这个字逐渐的演变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行 左边是木字旁 右边呢 是一个这个字读炕 这个字啊 古时候 是表示 木质的渡船 现在用来当作地名 那它的笔画顺序 我们来可以 也可以笔画一下 横 树 撇 点 点 横 撇 横 折 弯 勾 那我们看到蓝色的呀 这个是杭州的城市图标 也是它的logo 我们从这个图标里 应该能看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像有水面 有船 有停台楼阁 是不是 看起来像园林风光 还有水面 有湖 非常漂亮 但其实啊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logo呢 就是杭州 这个行字 来给它进行了一个艺术处理 我们还能看到它左边 是不是 很像一个木字旁 右面 一点一横 那一撇一横折弯钩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边的 靠 那这个图标啊 和我们这个历书里面的行字 非常的像 好了 那我们再来认一认 杭州的州 州字很好写 一点 一撇 一点 一竖 一点 一竖 那这个州字呢 在古时候啊 它表示水面 一条河里面的一片陆地 你看甲骨文理就是这样写的 画了一条河 中间有一小块陆地 就是州的意思 那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 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州 它的本意是水中的陆地 现在呢 我们用来指地名 除了杭州 中国还有很多带州的地名 比方说兰州 郑州 苏州 柳州 有非常多的带州字的地名 好了 那我们刚才啊 欣赏了西湖的美景 西湖呢 不仅仅是有很优美的风光 它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它是秀丽的自然风光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完美融合的一座城市 那它还是中国的八大古都之一 就是在古代呀 有很多的朝代 都把它的都城定在了杭州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小朋友啊 很想知道杭州的历史 到底有多长 你们能不能猜一猜 帮着一个小朋友来解答一下 杭州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呢 老师给做个小提示 北京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我们上次学的大连 大连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杭州的历史呢 这里有四个选项 A是三千多年 B是两千多年 C一千多年 B五百多年 你们来猜一猜想想 杭州的历史会有多久呢 我想肯定有小朋友猜出来了 它是两千多年 确切的说 它是有两千二百多年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那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这个地方啊 一定会有很多的名胜古迹 那我们就跟随这个小朋友 一起去探访一下杭州的名胜古迹 我们先去灵隐寺去看看 这个灵隐寺 是杭州著名的佛教圣地 这个字是寺 带有寺 就是表示它寺庙 是佛教的圣地 那这座灵隐寺 可不是一般的寺庙 它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呢 它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有一句话叫 到杭州不游灵隐 等于没有到过杭州 这就说明啊 我们如果去游览杭州的话 一定一定要去灵隐寺去看一看 它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 就在杭州市不远 在杭州市中心不远的 一座山的后面 它是学佛观光 祈福休闲的佛教圣地 也是一座历史与文化的宝库 看这是四大金刚 这是灵隐寺里面供奉的 有四大金刚 灵隐寺对面的飞来风上 还有很多这样的石窟造像 我们看每一个都雕刻的 非常的精美 这一座是大度弥罗佛 憨太可居 很可爱的样子 那这座飞来风上呢 有大概有三百四十余尊 这样的石窟造像 这在江南是很少见的 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 瑰宝非常有价值的 那这里就是灵隐寺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杭州的古塔 杭州有很多的塔 这一座叫宝处塔 如果我们在西湖边走 或者是坐船 就能看到这座塔 它细细的高高的 是杭州的 也是一座标志了 这一座呢 是六合塔 这一座呀 叫雷锋塔 这座雷锋塔比较特别 我们就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座雷锋塔 好 这个黑白的图片呢 是旧雷锋塔 这个雷锋塔已经在 差不多有一百年前倒掉了 那在原址上修建了新的雷锋塔 这个雷锋塔大概有五层高 里面有电梯 它本身里面的本身也是一座展览馆 可以看到里面的关于杭州 关于西湖 关于雷锋塔的传说 历史 它里面有电梯 我们可以乘电梯上到最高处 站在塔的最高处来欣赏西湖的全貌 非常的酷 我们知道灯塔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 所以如果你们去了一定要到达最高处 来欣赏西湖的风光 那我们说呀 雷锋塔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还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呀 有一个木童 从一只黑鹰嘴里救下了一条白蛇 这条白蛇呀 一千年以后修炼成了人 它就到人间来寻找当年救它命的恩人 那它和它的同伴 穿绿衣服是它的同伴 小青 是一条青蛇 那这的确是一条白蛇变来的 它叫白素贞 那这个是它的好朋友小青 跟它一起来到了人间寻找救命恩人 它们终于在西湖边上找到了当年的木童 它已经长大成人 它的名字叫许仙 然后白素贞和许仙就结为了夫妻 结为了夫妻 它们很幸福的生活着 它们开了一间药房 来给老百姓呀 治治疗疾病 那因为它们的心地非常的善良 它们帮助老百 很多的老百姓治好了病 所以很多人都过来感谢他们 有一天一个叫法海的和尚 知道了白素贞 就是当年的白蛇变来的 他把白素贞当成了蛇腰 说总算让我找到你这条白蛇腰了 这时候呢 许仙和白素贞的孩子刚刚出生 那法海这个和尚 他不管这些 就来到他们的家 说一定要收复你们 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 是一个锅 像一个盒子 或者是毯子一样的东西 他想施展他的魔法 把白素贞收到锅里 那白素贞和小青 就跟法海搏斗起来 但是在搏斗的过程中啊 不留神造成了水漫金山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 所以也得罪了天神 最后白素贞就被法海 收到了锅里 被压到了雷锋塔下 那 许仙呢 非常的悲伤 他就出家去寺庙 当了和尚 他每天念经 希望能够化解妻子的罪孽 那他们的孩子呢 在孩子的姑姑的抚养下 长大成人了 这个孩子呀 读书非常的刻苦 他终于金榜提名 考上了状元 考上状元以后 皇上准与他回乡探亲 他也一直有一个心愿 一定要去雷锋塔下 解救他的母亲 他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在雷锋塔下 待了十几年了 所以他就三步一拜 九步一寇的来到雷锋塔下 可是雷锋塔呀 有人指手不让他进去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 终于感动了天神 把白素贞把他的母亲 从雷锋塔下放了出来 最后他们一家三口 终于团聚了 这就是白蛇传的故事 那这个民间传说呢 已经流传了千年 还被搬上了电影啊 电视剧 搬上了荧幕 搬上了舞台 在中国呢 这白蛇传的传说呀 家喻户晓 人尽皆知 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杭州的文化名人 自古以来呢 杭州就是名人雅士们 争相聚集的地方 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文学家 诗人 都曾慕名来到了杭州 并在杭州啊 写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诗篇佳作 看看这些 你们有没有认得出来的 这些名人 他们都来过杭州 并且在杭州 写了非常多的诗篇 如果你们喜欢背唐诗 一定会知道 他们其中的一些名字 按顺序 一个是李白 然后是杜甫 白居易 欧阳修 新契吉 刘勇 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诗人 那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李白这个名字 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 好 那如果这些人啊 你记不住 也没有关系 希望你们能记住 这一位老爷爷 他的名字叫苏氏 也可以叫他苏东坡 他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 非常有名的 他还是书法家 画家 美食家 那苏氏 苏东坡 他跟杭州很有缘 曾经两次到杭州做官 其中还有一次 做到了芝州 芝州就相当于 当时杭州的市长 那苏氏呢 那个时候就带领 杭州的老百姓 书郡西湖 就是当时啊 西湖呢 里面有很多的淤泥 没有现在漂亮 而且呢 行船也不方便 所以他带领老百姓啊 就把西湖的淤泥都给挖出来了 堆成了一个长长的堤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苏堤 还在湖面上做了一些标记 就是我们现在他西湖上 西湖上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叫三坛念月 就是苏氏那个时候 来书郡西湖的时候 打造的一个景观 做的一个标志 那苏氏在杭州啊 做了很多立国立民的好事 到现在呢 杭州还有很多地名 和苏氏的名字有关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苏堤 还有东坡路 还有其他一些和他有名字有关的地方 那还有一道美食叫东坡肉 也跟他的名字有关 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是东坡肉 刚才我们读的那首诗 描写西湖很美很美的风光 那首诗就是他写的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这两句是非常著名的诗句 好了 那我们刚才啊 了解了杭州的很多知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看看小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 首先杭州是一座 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城市 非常的美人人向往 那他的地标 也是他最著名的风景名声 就是西湖 这个地方叫西湖 他的地理位置 你们还记得吗 他位于中国的哪里 是在哪一个省 他在中国的浙江省 浙江省是浙江省的省会 他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 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西湖的明圣古记 其中有一座寺庙 有一座寺庙 它的名字叫 灵隐寺 灵隐寺 它不光是一座寺庙 它还是文化艺术硅宝 里面我们看到了有那些石窟造像 非常精美 非常有价值 我们还去参观了一座塔 叫雷锋塔 这座塔呀 不仅仅是很漂亮 能欣赏西湖的风光 它还有一座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是关于白蛇传的传说 那我们还认识了杭州的许多名人 那些名人来过杭州 在杭州写过了很多诗篇 其中有一位老爷爷 他叫苏氏 苏东坡 他写下了最美的诗句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 学习了解到的 关于杭州的很多知识 那杭州啊 除了优美的风光 除了它的历史文化 它还是一座 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 杭州的经济很发达 尤其是互联网经济 那我们知道 现在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网络 我们现在通过网络来上课 你们的很多爸爸妈妈 都是也是通过网络来办公 杭州啊 有一个特别有名之名的企业 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总部就在杭州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企业在杭州 所以杭州成为了国际上 整个全世界非常著名的电子商务中心 那阿里巴巴的名字 可能小朋友不太熟悉 但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知道 就好像我们在美国 包括在加拿大 一提到亚马逊 Amazon我们都知道 非常有名 对不对 我们每天 我们经常都会在Amazon上买东西 很方便的一个网络购物的平台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高科技企业 那阿里巴巴在中国就像Amazon在美国一样 非常有名 如果你不知道阿里巴巴一定会知道淘宝 对不对 一定听说过 在中国呀 几乎人人都有淘宝账号 几乎人人也离不开淘宝 淘宝上的东西 物品非常的多 又多又好又漂亮 那杭州呢 因为有这个阿里巴巴企业的存在 它成了全国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最早使用移动支付的城市 也就是说 你在杭州不管买什么东西 你不用带现金 不用带钱 不用带卡 只带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了 一扫码就可以买东西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喜欢看现代化的大都市的话 老师推荐你去杭州的乾江新城 这里面我们看乾江新城高楼林立 非常的现代化 非常的气派 而且它的这些建筑啊 都很有设计感 那如果去乾江新城的话 老师推荐你们去傍晚去乾江新城 找一个好的位置 来等到夜幕降临 观看乾江新城的灯光秀 它的灯光秀非常的梦幻迷人 就在这一片高楼里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蓝色的是表示西湖 上面呢是粉色的雨伞 这是西湖的风光 那它不停的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你看这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呀 是雨精香 春天的雨精香盛开 这是世界各国的国旗 都是在这片楼上 是高科技太空的符号 嗯 还有这是西湖的美食 你们注意到了吗 这里面有西湖醋鱼 有叫花鸡 还有龙井虾仁 这如果是 如果是国庆节 或者是春节的时候 它的灯光秀 还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红笔 黄色的字 有春呀 寿啊 喜呀 就是非常祥和 极庆 非常让我们觉得 很热闹的一个画面 那它的灯光秀里面 还有江南水乡的风光 白墙黑瓦的 也是江南很著名的 嗯 水乡风光景色 那它的灯光秀 可不只有这样的画面 大概每次灯光秀 有20分钟左右 啊 几乎每天都有 老师曾经在前几年 看过一次 真的看一次 没看够 太美了 每天晚上 它同时都有很多主题 你们都能看到 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人 傍晚守在 前江新城的一个大广场上 在那里看灯光秀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杭州 老师推荐你们一定要去 看一看 前江新城的灯光秀 一定不能错过 好了 那下面就到了小朋友们 最喜欢最开心的美食食客 我们来看看杭州 有哪些美食呢 杭州的美食啊 叫杭邦菜 它有它自己的名字 杭邦菜 杭邦菜的特点呢 是比较清淡 那味道呢 咸中有一点点的甜 很可口 这里面都是杭邦菜的 主要的出名的 出名的菜品 那老师给你们介绍 几道人们非常非常喜欢的 第一个是西湖醋鱼 是西湖里面的鱼 肉质非常的鲜嫩 这个味道呢 也是酸酸甜甜的 这是龙井虾仁 虾仁它的做法呀 很特别放上了 放了一些龙井茶 那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香 也很鲜嫩 这一道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东坡肉 那就是因为当年啊 苏市苏东坡 它在杭州的时候 它因为是个美食家 它很喜欢研究 一些菜的做法 所以啊 这一道其实是红烧肉 它把红烧肉呢 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给加工出来 那味道呢 很特别 非常非常的香 所以呢 就后来人们就用 它的名字来命名了 这道菜 叫东坡肉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杭州的小吃 呀 说起杭州的小吃 那是太多太多了 老师只选几个有代表性的 你们来看一看就好 这个是杭州的小笼包 看薄皮大馅里面还有汁水 非常的香 这个是猫耳朵 这个名字很特别 是不是 它是一道面食 其实呢 就是把面揪成一片一片像猫耳朵的形状 所以它就叫猫耳朵 那它有汤 有面 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猫耳朵 这是它的点心叫定胜糕 绿茶酥 它也叫龙井茶酥 是不是小朋友们都很想尝尝呀 杭州的小吃的确是太多了 而且它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餐馆之名的连锁的餐馆 我们可以去花上一些时间 在那里品尝一下杭州各种各样的美味 好了 那我们就来欣赏一道舌尖上的杭州 来看看这里面的 还有刚才老师有提到的 没有提到的一些美食吧 有点 Mafia 有点 MARI 你 嗯 嗯 啊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那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要流口水了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美食 看到它是怎么样烹制出来的 那现在呢 我们先休息一小会儿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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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游人也喜欢到杭州啊 去这个茶馆去体验一下杭州的茶文化 那老师推荐你们去西湖边上 找一间茶馆 可以坐在茶馆里面 一边品着茶 一边欣赏西湖的风光 会非常的惬意 不管你是喜欢热闹的 还是喜欢安静的 你都可以找到一间你喜欢的茶馆 在里面体验一下杭州的茶文化 那如果关于茶呢 你很有兴趣 也还可以去杭州的龙井茶厢去体验一下 龙井茶厢大概距杭州市 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吧 也很近 可以去到这座茶山上 我们看这里围起来的有18棵茶树 据说呀 这是专供清朝的皇帝乾隆 专供乾隆皇上喝茶的茶树 那这一片茶山 如果你们春天去啊 可以体验一下 去茶山上自己采茶 可以看看茶树长的到底是什么样子 还可以呢 去当地的茶农家里 看看茶农是怎么样炒茶的 就是我们新采出来的新鲜的绿茶呢 要经过炒和晾晒 才能变成我们现在可以喝的茶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体验活动 那杭州的特产呀 除了茶以外还有非常有名的丝绸 丝绸 杭州是文明中外的丝绸之府 就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非常有名 杭州这个地方啊 它的气候条件和土壤都特别适合于桑树生长和桑残繁殖 也就是那种残宝宝 残宝宝是吃桑树叶的 那残宝宝吃得好 它产出来的丝才质量好 而且呢非常的轻盈 所以杭州的丝绸呀 质地轻盈柔软 色彩美丽 图案也很新颖丰富 还非常的富丽华贵 不管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去杭州总会买上几件丝绸制品 那好了同学们你们来想一想 猜一猜你们知道丝绸都用来 都能用来做什么吗 丝绸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猜一猜 丝绸啊 肯定很多小朋友知道 有的可能妈妈有丝绸的衣服 家里或者是有丝绸制品 首先丝绸用比较多的是做衣服 尤其是裙子 女孩子穿的旗袍 用丝绸来做的话是最好的 就显得非常的轻盈和华丽高贵 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丝巾 丝巾比较常见的丝巾是丝绸做的 那还有被子床上用品 丝绸还可以做呢很多的工艺品 那丝绸可以用来做什么 远不止这些了 这是图片老师只是举一个例子 领带呀衬衫呀都是可以做的 睡衣什么都是可以做的 好那如果你们对丝绸感兴趣呢 一定要去杭州的这里 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 在这座博物馆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国的丝绸历史文化 还可以看到古代的很多珍贵的丝制品 还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怎么样来制丝 怎么样在丝绸上印染颜色 还有刺绣等工艺 还可以了解到残茧 怎么样变成残丝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木头的架子 其实它是最早的纺丝的机器 就是怎么样把长长的丝给纺长丝绸 绸布 那这个图片呢 这两个图片我们能可以看到 这是桑残的叶子 在桑残的叶子上面有很多的残宝宝 是那种白白的胖胖的虫子 是残宝宝 那残宝宝吃饱了 他们就变成后来逐渐逐渐 它变成了残茧 它把丝在身体上绕呀绕 成了残茧 那最后残茧怎么样变成丝的呢 这个关于丝绸的一个 丝绸怎么样形成的 怎么变成布 还怎么样做成衣服 我们在这个丝绸博物馆里 可以看到 可以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那些白白胖胖的残宝宝 怎么样变成了残茧 残茧又怎么样变成了 我们可以用的残丝 然后做成了丝绸 好的 那我们去一个地方啊 都要学一学当地的方言 你们还记得 我们学的大连的方言吗 大连人管吃 不叫吃叫 歹 对不对 大连还有一条 小吃街叫歹街 那杭州的方言呀 嗯 其实不太容易学 我们来听一听 看看能不能听懂 杭州话的终极法宝 就是耳画音 有一种小孩叫笑眼 有一种美女叫姑娘 有一种出去玩 叫挡蛋 撒子 高高 有一种约会叫做 靠尾尔 有一种生气叫做 一日仅子 哈 你们听懂了吗 他的方言很有趣 那老师找了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来学一学 杭州话的终极法宝 就是耳画音 喜欢 有一种小 欢喜 那说 我喜欢你 他说 我欢喜你 是不是这个很好学 喜欢叫欢喜 好了 那我们也了解了 学了杭州的方言 了解了杭州的特产 杭州的美食 我们来欣赏一下 杭州的诗歌 那在这个视频里呢 我们不仅能听到 他的歌声 还能够欣赏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 很多杭州的美景 风光 杭州的历史文化 和人文 都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梦想天堂 杭州的诗歌 我们的家 住在天堂 一缕的湖水 能量着 爱意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 期盼您 主 飘远在东方 你把你的名字 写在云的脸上 让所有的远方 看见你的模样 你把你的春天 挂满每个脸庞 让原来的翅膀 不相加 你把你的曾经 刻在逾越的中央 让成长的天使 懂得洁白的主张 你把你的未来 放在我们的肩上 让有爱的心们 不再关上 诚信里的每一棵树 他们都知道 每一片绿色 是你的阳光 城市里的每一条路 他们都知道 有了爱 理想不再是希望 我们的家 住在天堂 一缕的湖水 打扬着美丽的梦想 我们的家 住在天堂 美丽的梦想 期盼民主 谣言在东方 我们的家 住在天堂 美丽的湖水 打扬着美丽的梦想 我们的家 住在天堂 美丽的梦想 期盼民主 谣言在东方 我 好了 那我们下面呢 来一起做做游戏 杭州啊 可以讲的内容太多了 它有太多的美丽的风景 太多的名胜古迹 还有非常多的名人 还有很多的传说 我们只能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只能讲这么些 那现在我们来一起 做做游戏看看 我们跟这个小牛啊 因为今年是牛年 对不对 有几头小牛啊 想来和小朋友们 一起来做游戏 这里面呢 有很多刚才老师 讲过的地名 看看你们 是不是还能记得 那如果你要答对了的话呀 小牛就会放鞭炮鼓掌 好 我们来先看一看 这个小牛挡住了 一个风景名声 这是哪里呢 你还记得吗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 西湖 你记得了吗 西湖 是它最著名的风景名声 好 我们再来看这儿 这两头小牛 挡住了哪里呢 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圣地 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这里是 灵隐寺 灵隐寺 讲些很多小朋友们都看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 这里 小牛呢 挡住了一片漂亮的风景 哎 露出来了 这里啊 刚才老师花了好多时间讲了 一个跟它有关的美丽的传说 你们还记得吗 这里是雷锋塔 雷锋塔 雷锋塔 有一个美丽的 关于白蛇传的传说 这一位老爷爷 他的名字叫 苏氏 苏东坡 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 描写西湖的很美的诗句 他还是个美食家 他还味道 做完的菜 叫做东坡肉 是他的名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那两句很有名的诗句是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宜 也就是说 西湖啊 不管是浓艳的装扮 还是素淡素雅的打扮 都一样的好看 我们记住这个人物 苏氏苏东坡 这里面呢 小牛挡住了一道美食 我们猜猜这一道美食的名字叫什么鱼 叫西湖醋鱼 西湖醋鱼 它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肉质很鲜 好了 我们还有一道美食 这个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 什么肉 东坡肉 好多小朋友都很想尝一尝 对不对 东坡肉 是用苏氏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 想必这些小朋友们都已经记住了 好了 那前面老师讲了很多了 看看小朋友们 下面的时间就有给你们了 有你们来给你身边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好朋友 或者是兄弟姐妹来讲一讲 杭州啊 你今天觉得杭州最酷的是什么 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看了有现代化的杭州 还有它的名声古迹 还有它美丽的传说 你觉得杭州最酷的是什么 那如果你去杭州的话 你最想去哪里玩呢 怎么玩 比方说西湖啊 老师说 可以去西湖边上走一走 也可以坐船游览 还可以登到高塔上 去看西湖的全景 那你想怎么玩呢 那我们还知道杭州的特产 有茶 龙井茶 你可以去茶馆体验一下 还可以去龙井茶山上 去采茶 体验一下采茶 这些是不是你想去的呢 还有丝绸 它的丝绸博物馆 你想不想看看残宝宝 是怎么样生长的 怎么样变成残碱 残碱又怎么样变成丝绸的 那如果你去杭州的话 你最想吃什么 杭州城里啊 有太多太多的餐馆和小吃 可能你如果去了几天 你每天都可以不重样的 吃各种品尝各种各样的 杭州的美食 好了那就 小朋友们 就请你们回去和你的爸爸妈妈 和身边的小朋友们 身边的兄弟姐妹来讲一讲 分享一下杭州的美景和名声吧 好的那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东林银课堂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有机会再和小朋友们见面 再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游览 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城市风光 好的小朋友们 那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